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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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收看食出健康 這一集很高興請到營養師薛先生 為我們講解新年健康飲食 新態度 你好薛先生 你好 就快新年了 我經常都要想 如果新年不吃那麼多煎堆 糖果 或者一些肥膩的食物就好了 但新年家家戶都是這樣吃的 有什麼方法呢 嗯 其實我們不如油角煎堆 少口棗那些說起 好啊 其實 你猜一下你知不知道 其實一個油角 大約有多少茶匙的油份呢 我猜到有兩斤 兩斤 你說油份的話 我看也有一斤 一斤多一點 其實都差不多 其實那些油角 或者小口棗 其實平均來說 都可能有半茶匙 至到兩茶匙的油份 一個 是啊 所以我們建議 就真的一個起兩個字 吃一個都已經有點多了 還有 除了油份 大家知道 吸收多了油份的話 可能會是 令到體重上升之外 另外其實可能要留意 其實這些煎堆油角 可能製造的過程 它會拿去炸 但其實炸裡面的油份 其實是一些萬年油來的 那萬年油是什麼呢 其實萬年油就是 一些經過高溫 反覆這樣炸 即是滾過的油 很容易就形成一些 反式脂肪 我想之前人家很認識 是的 其實這些反式脂肪 吃了入生頭裡面 可能會增加 我們的壞蛋部份 從而會增加 這個心血管疾病的機會 那除了拿去炸裡面的油 可能其實 搓那個皮的時候 都可能會放了一些豬油 對 香滑一點 對 香滑一點 咬下去好像鬆化一點 是的 其實豬油裡面 又有另外一種 壞的脂肪酸 其實是一種飽和脂肪 其實吃多了 亦都會令到我們 壞膽固醇會上升 吃多了又是 好像反式脂肪一樣 可能會增加 這個心血管疾病的機會 我看到有些人 就會將一些芋頭 變成絲的炸 是的 那其實 雖然說 好像芋頭 都是屬於 蔬菜類 那樣 但是 因為始終都是經過油炸 都吸了比較多的油分 都不是一個太健康的選擇 那其實有些 低脂但有脆口的小食 譬如說 一些米通 或者日本的米餅 那些都是比較脆口 但是油分又比較少些 或者有些燕麥方塊 那些都是比較脆口的 是的 另外或者 有些曬乾了的蔬果乾 或者譬如像 香蕉乾 蘋果乾 奇異果乾 或者有些番薯乾 那些 那其實 只要沒有經過油炸 其實都是比較健康的 這些都 那有些糖蓮子 糖蓮藕 那些椰角 那可能又有些人想 這些本身 也是一些 蔬菜類的東西 那是不是 都叫有纖維 那吃了可能 是不是應該會健康 那些油角那些呢 那其實纖維 就都可能有 少許入面的 但是始終製作的過程 都可能浸了些糖水 或者外面 也都鋪滿了糖霜 那樣 那其實 雖然說糖分不是脂肪 但是其實 吸收太多油份 吸收太多糖分 那吃了在肚子裡 那用不著這些能量的話 那遲早這些糖分 都會轉化成為脂肪 那都是會肥 那另外 也都留意 那椰角 其實除了外面多糖分之外 其實椰子本身 那裡面 是一種比較高人份的生果 那裡面 也都是剛才說過的 飽和脂肪 都是比較高 也有些健康一點的選擇 那其實說 可能有些人覺得 吃這些甜的東西 譬如朱古力 糖 糖 這些都想吃其他甜的東西 那其實可以選擇一些 沒有添加糖分 天然的 幸福肝 西梅肝 或者提子肝 這些都可以的 譬如說 哎呀 又是吃這些 生果肝 那很悶 那怎麼辦 那譬如 可以買一些 像這些 舉藥 現在很流行 市面上一包包 那些 好像台式 或日式 那些 那些舉藥 其實其實 都纖維很高 是的 這些水溶性纖維比較高 那熱量也都比較低 那糖分 就相對 糖果來說 就比較少 那也是一個 健康一點的選擇 那有纖維都可以幫助長途健康 那另外 其實 有一個選擇 那就是因人而異 那其實可以買一些 無糖的香口珠 那樣可以 都是好像有股甜味 又好像在吃東西 嘗著東西 就是拿個意味 最重要是甜味 那甜品物物地吃 又可以一直嘗著 好像在吃東西 那好像有些滿足感 那另外 那剛才主持人也都說過 啊 瓜子那些 是不是應該健康 其實主持人想想瓜子 我不太懂得泣 你想想健康不健康就可以了 我自己吃了瓜子就覺得是熱氣的 因為它是焗炒的 主持人也說得對 其實都是因為新年的瓜子 尤其是黑瓜子、紅瓜子 都是經過油炸或炒過的過程 除了油份之外也會添加了一些鹽份 雖然瓜子本身是健康的 但添加了這些東西之後就變得不健康了 另外也可以看看 有時也會吃一些開心果或果仁 在新年的時候 雖然這些都是健康的選擇 但裡面也有不飽和脂肪 但其實脂肪就是脂肪 無論是好還是壞的脂肪 提供的熱量都是一樣的 每一克的脂肪都會提供九個卡路里 其實無論是好與壞 吃了下肚都提供了那麼多能量 如果又是消耗不到的話 都會增肥的 所以吃的時候就盡量適可而止 杏仁、開心果或核桃這些 其實一天大約吃十顆左右 就算是很足夠的 另外選果仁的時候 最好選魚味烤焗的 沒有添加鹽、沒有蜜糖在表面的 就比較健康一點 那瓜子剛才 既然也說過紅黑瓜子 好像不是很適合 白瓜子呢 白瓜子就沒錯 白瓜子是一個好一點的選擇 另外也可以選葵花籽 或者南瓜人籽 就比較好 現在也有很多人吃 因為追求健康 或者蟲籽都會吃 不過要記住 還是要選擇一些天然 沒有魚味烤焗的 沒有添加油去炒 另外其實瓜子和杏仁都一樣 在裡面都是隱藏了脂肪 吃得多其實也是會肥的 我們建議其實一天 拿回自己的手掌大小 然後這樣一切都已經夠了 麥鋪平面這樣一切 一切就夠了 自己的手掌多大 對 我們說完全盒 不如其實可以說一下 年糕或者蘿蔔糕 年糕話畢竟是蒸出來 應該健康很多 其實年糕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裡面其實 可能有些椰汁年糕 可能會放了一些椰汁 剛才也說過 椰子裡面也有一種 不是太好的脂肪酸 吃得多其實也是會自肥 另外它也放了很多 片糖去煮這個年糕 其實一底年糕通常 市面也會放了一根片糖 如果一片年糕 其實熱量也挺高 都有一碗飯 有差不多半碗飯 所以通常 譬如蘿蔔糕 一片都差不多有120個卡路里 我吃兩片就等於吃一碗飯就可以了 但你吃兩片的蘿蔔糕 沒有吃一碗飯那麼飽肚 你吃了兩片蘿蔔糕 還想吃其他東西 但你吃了一碗飯 通常都差不多夠 不會吃那麼多東西 所以吃兩片蘿蔔糕的危機 就是會令你吃其他多些東西 增加了你熱量的吸收 其實 是不是真的說 不能吃年糕 不能吃蘿蔔糕 其實也不是的 有少許好的方法 例如自己親手做一個年糕 或者自己親手做一個蘿蔔糕 其實蘿蔔本身也有很多纖維 其實也是健康 亦有很多礦物質 也挺健康 只不過肥的原因是可能 辣味 辣味 或者加了一些肥肉 令它更香厚的時候 脂肪就加了它便肥 不止 煮蘿蔔糕的時候 會加了很多油 因為它不要黏著 對 免得黏著 很害怕 其實也有方法解決這些問題 譬如煮的時候 一般程序 只不過加了蠟肉 或者加肥肉的時候 可以試一下 冬菇 蝦米 瘦的火腿 或者瑤柱撕下去 一來又有口感 又有咸味 又有香味 一來又不會太肥 但至於煮的時候 通常會放很多油在旁邊 橄欖油可以嗎 其實橄欖油是比較健康 但始終油份也放得比較多 吃了吸收也不太好 可以試一下 拿一個易潔的蒸盤 可以在外面 買一個油掃 掃少許油 掃一層很薄的油 沒錯 或者現在呢 其實超級市場有些新出的 其實就像枝妝噴霧妝那樣的油 好像你平時噴潤滑劑那樣的 你只不過按一下 就可以噴到整個盤旁邊 油份相對比較少些 但又可以均勻地黏在鍋外面 又不會令到它黏底 這個就是一些新的科技 當然也挺方便 對 為何我們說吃蘿蔔糕真是容易肥呢 除了就是因為可能我們蒸好之後 有時把所有放進雪櫃 拿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用煎的方式 把熱去 其實如果你說要回熱吃的話 不如試一下蒸 或者放入微波爐 把熱去 就可以少少少少油份 不止 現在的煮法就是放很多XO醬 XO醬都是油 因為我實在太喜歡吃 所以我一放 就放幾款不同的XO醬炒 不是 其實XO醬真的有很多油份 另外XO醬還有甜醬 辣醬 很多人都喜歡吃 即使是醬類的調味料 都放了多少少油份 或者有些糖份 在裡面 真的自己要控制 真的盡量吃的時候 清淡少少少 不要放那麼多醬汁 半樹來吃 另外 其實不想吃蘿蔔糕 糊頭糕 吃年糕 馬蹄糕 其實馬蹄糕 也可以自己做 其實馬蹄糕 是一個比較健康少少的選擇 其實馬蹄糕 就是因為它比較多纖維 因為它由馬蹄 是一種根莖的植物造成 當然有纖維 另外它也有豐富的礦物質 譬如是甲、味、慢 其實這些礦物質對身體 都叫做有益 其實煮的時候 只要可以嘗試放些代糖 代替普通的糖來煮 熱量和糖份就會大大減低 比較健康少少的吃法 但是我正在想 既然糖果盒 煎堆油果又清淡了 團連飯那一餐 你不會再搬我 真是很寡 對 其實有時我們看團連飯吃盆菜 其實都是多肉小菜 都比較害怕 都比較多油份 有時可能年初二又說會吃齋 但是吃齋又吃得多 又會不會好像全部都是菜 如果我說餐單要改過 雙數老人家一定不高興 沒有氣氛 又說二頭又不夠好 我今天就帶來了兩個食譜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好啊 這個菜叫生菜荷包 其實材料方面就是一棵糖生菜 罐頭鮑魚一罐 竹筍半個 荷蘭豆一小包就夠了 其實為什麼叫生菜 因為有生菜 生菜 又有鮑魚 又有荷蘭豆 荷蘭豆 你通常都見到像醬糊糊 就像荷包醬糊糊 所以就叫生菜荷包 另外調味料方面也很簡單 要上湯三杯 生抽和麻油 割一湯匙就可以了 煮法也很簡單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將鮑魚、糖生菜、竹筍 切絲之外 荷蘭豆煮滾水 在碟外排好邊就可以了 然後再煮上湯 加一點生抽和麻油 放鮑魚、糖生菜、竹筍 煮至上湯再滾 撈起碟放在中間 淋上一點上湯 就形成了一碟很好的生菜荷包 第二 味道 雖然複雜一點 其實都很簡單 就叫老少平安 其實材料方面 就有蝦仁半斤 馬蹄和冬菇就割三粒 硬豆腐就是一盒 蔥粒一湯匙蟹籽就少少 調味料方面 生粉就半個茶匙 油鹽糖就少去 米酒就加一茶匙 麻油也是少少就夠了 煮法方面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就將馬蹄冬菇粒 切到很幼粒 然後備用 另外蝦仁就洗乾淨 用刀背拍成泥狀 再加入少少調味料 再打成膏狀就可以了 然後把硬豆腐洗乾淨 吸乾水 切好至少少 正方形之外 就在上面鋪少少生粉 然後把剛才做好的蝦膏放上去 然後做好之後 就把整件豆腐連蝦膏放上去 蒸碟上面 隔水蒸大約十分鐘左右 就可以了 上湯就滾一個生粉芡 然後加入麻油 然後淋上上面 蟹籽、蔥粒 就可以做裝飾了 如果想吃得健康些 其實都可以做一些小糖菜 圍上碟邊 又漂亮又健康又好吃 這道菜叫老少平安 是因為 豆腐和蝦仁 都是比較軟身 淋身的食物 小朋友和老人家 就算咀嚼方面 沒有那麼好 都很容易可以吃得到 所以就叫老少平安 我見過有些人煮這道菜 很有趣 買了很多瓷筋回來 整個筋放進鍋裡蒸 一拿出來的時候 就算沒有油 也可以一起就可以 這些就比較方便 這些方法 健康一點 健康少有份 每個份量都定了多少 這樣就不會吃得多了 剛才你說的金字塔 是否成人食的份量 是的 沒錯 我們可否又看看 好 沒問題 可以看看成人健康飲食金字塔 最底層有方面 其實都是主要五菊類 那成人呢 吃回五至六碗的五菊類就可以了 那五菊類其實包括些什麼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 粥粉麵飯 餅乾麵包 盡量就可以加上少少高纖的食物 譬如像全麥麵包 或者紅米飯 草米飯 這樣可以健康一點的 中間那一層可以見到 其實每天都需要兩至三份的水果 水果方面呢 就是一個拳頭這麼大的 用來自己的 用來自己拳頭這麼大的 一個水果 那就是為之一份 那現在有些小一點的 例如像奇果那樣小粒一點的 那兩份小的就等於一份中的 那隻手計 不就要割這隻蘋果一隻半 是的 大一點點 是嗎 蔬菜其實要五至六兩左右 那五至六兩好像很空飯 那去街市難道就這樣要五至六兩菜嗎 那這樣 那其實煮熟的時候 那其實就等於 這個碗的尺寸 對 三百毫升 那什麼中型飯碗的尺寸 一碗到一油三份一碗 那差不多就煮熟了的菜 那就等於五至六兩的蔬菜 嗯 好明白 我們先看看圖 然後再上層一點 然後就是肉類、魚類、豆類那些 就要五至六兩左右 那其實一兩就等於一個 冰崩波那樣的大小就夠了 那奶類製品 可以提供一些鈣質 那其實大約一至兩杯左右 的低脂奶就夠了 那一杯的意思呢 就是其實等於二百四十毫升的奶 那最上層呢 就是其實都是跟回三高一低 那也是小油、鹽、糖 那樣的 那另外每天都要補充六至八杯的 柳質飲品 那清水、清湯或者清茶 那樣的 那你講到清茶 那經常有些 長者就說 不怕,吃那麼多東西 喝杯茶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消滅了 那究竟是否真的可以呢 其實茶吧 我們看回營養的角度 其實它真的比較低卡路里 那以一杯二百四十毫升的茶來計 那它大約只有兩個卡路里 那裡面也不會說 有些什麼蛋白醇 那些脂肪 和糖分都比較沒有 應該正常來講 那其實那 那為什麼覺得好像可以去油膩 那什麼感覺呢 那其實因為茶裡有一種東西 就叫做丹寧酸 那其實呢 就是丹寧酸可以刺激我們 我們分泌的胃液出來的 那這些胃液呢 就可以幫助我們 消化、吸收化解那些油份的 那其實所以 那這樣喝了之後 就多了胃液 那好像可以幫助我們消化 吸收了油份 那但是 那只不過是 去掉這個油膩的感覺 就不等於那些油份 排了出來去掉了 那因為吃了來的脂肪呢 是吸收了就是吸收了 那就不會消失了 因為它可以令到那些油膩增加了 對 令到它消化加速了 對 消化的能力加強了 對 那如果你說有什麼茶 丹寧酸比較多 那其實 越沒有發酵的茶呢 那丹寧酸就越多 那綠茶就是沒有發酵的茶 那綠茶就是沒有發酵的茶 綠茶系列 對綠茶系列 那其次就是烏龍茶半發酵 那如果說黑色那些茶 通常都是發酵了 對 那那些發酵了 那就少一點丹寧酸 那如果燒製好一點 那可能可以試試喝綠茶 那 那但也都要小心 可能現在 外面很流行 有些台式飲品 就是什麼什麼 紅茶綠茶 他們加了少許糖 對 那些就可能真的沒有什麼幫助 因為反而喝得多 可能還會有增磅的危機 因為它除了可能加一些糖漿 那些飲品之外 那其實裏面有些珍珠 或者那些啫喱 其實它本身製作的過程 裡面都會 拿些糖水來浸住 那所以喝的時候 其實一杯那些飲品 其實糖分都比較高 那喝了可能又去不了燒製 又頂住又肥了 反而你又提醒了我 我沒有想過人家說保利燒製的 你這樣提一提我就 不是 保利是半發酵的 是自己發酵的 發酵後才再紅磅 是啊 那可不可以喝很多呢 因為其實我試過一次 喝茶的經驗可以分享一下 我試過喝醉了 喝醉了? 喝醉了 喝醉了 其實喝醉了 可能失眠 精神不太好 喝醉了 其實喝醉了 也可能會上癮 那以黑茶來說 應該咖啡飲比較多 那其實茶 我想 主要都是適量 我們建議喝醉了 如果你說怕有咖啡飲 那可能可以試試一些花茶 那些 咖啡飲比較少 那些花茶 哪些花茶類呢? 可以 花茶 譬如玫瑰花茶 或者檸檬草味的花茶 那不如留意 那些糖分數都應該不會太高 咖啡飲也少 那都可以 那些不會加糖 自己 自己焗的 例如分衣草 那些 如果怕咖啡飲的朋友 那可以試試喝這些茶 但是花茶可否幫我消滅呢? 那這些就難說 那另外可以留意 其實茶除了可以剛才說 其實也有另外一些好處 近來研究都會有說 抗癌 抗癌 綠茶裡面有些容易茶素 那其實也是一種天然的抗氧化劑 可以預防 有研究說可以預防到 這些大腸癌或者直腸癌 因為它是帶氧 不過還要多一點研究深入 這樣調查 也有些研究 如果配合低脂低膽固醇的飲食 那可以另外幫助你 再降低膽固醇 壞膽固醇的機會 也是綠茶系列 我都知道 綠茶系列多數都可以降膽固醇 那可以建議多喝點綠茶 但是 那些長者很喜歡飲保利 對 對 保利 自己適量喝點就好了 譬如 一至兩杯都差不多 也算夠了 那喝茶 是否用這個杯的份量計算呢 其實 飲茶 我們拿回這隻大小小 二百四十毫升的杯來計算 其實 一人喝一至兩杯 其實已經足夠了 那也可以喝兩杯 是的 明白 謝謝雪先生 我們詳細講解 我們今年的糖果盒 就可以變一變化 放多些生果製成果乾 而且 團連化也可以變化一下 不能再吃那麼多 那麼肥膩 那麼無益的食物 我相信今年的新年 我不會再多胖三磅那麼多 好 下一節回來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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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